猛烈火势不断窜出 这里本来是民众日常采买的传统市场 现在却成为炮火攻击目标 军迷脸上被炸伤 惊恐回响俄军炮弹攻击瞬间 位在东部的斯拉夫杨斯克市 现在被视为是俄军在顿巴斯之战的下一个目标 靠着优势火力和推进战术 俄军成功攻下乌东最后一个重镇 立西昌斯克后 已经控制卢干斯克州全境 但普京的目标不止这样 俄罗斯很可能想要拿下盾内刺客 俄州取得丰富矿产资源 还能在克里米亚和俄国本土之间建立陆地通道 军事专家也分析这波俄军在乌东获胜关键 我认为普京的心理战术是否成功 乌克兰未来可能在南方发起大规模反攻 将是乌俄战争的下一波关键 T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